三生三世上透了吗? 迪丽热巴本色一直都在,无需被检验。 《流浪地球》上映时便凭借着强大的特效技能被大家圈粉。 因此,此次三生三世的优秀特效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。 此前迪丽热巴曾经上过一个节目叫做《送100位女孩回家》。 节目制作人在将迪丽热巴评价为一个进步完美的没有瑕疵的艺人。 工艺流程下的芭比,拥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流量充刷者。 因此,节目组的宗旨便是想要让大众看看真实,脱离流量的迪丽热巴还能够有多少本色。 但是,在这里我想说,迪丽热巴本就不为流量所困扰,本色一直都在,从不需要被检验。 舞蹈的练习成为了迪丽热巴好身材的基石。 在舞蹈这条道路上,迪丽热巴一练就是几年,学过芭蕾舞的人更是知道这个舞蹈的不意。 要说唱歌,音乐家庭出身,从小学习钢琴的迪丽热巴对于音乐怎么说也算是半个型内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